那女孩对了眼前的许愿和许愿 希望学校里欺负她的同学金发妹全身砸满痔疮 第二天金发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全身发黑 脸上还莫名出现了毒疮 去医院 医生说这是坏死性筋膜炎 小美大愁得报 但她不知道的是 她从小养到大的狗却因此丢了性命 原来这是一个可以许愿的磨合 但是代价则是回随机带走许愿者身边的一个人 七天前 小美的爸爸捡垃圾时意外捡到了这个盒子 便把她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女儿小美 小美白天在学校里被同学金发妹欺负 正憋了一肚子气 当她看到盒子上写着七个愿望的中文时 便对着许愿盒许下了那个愿望 深夜 小美睡得正憨 桌子上的盒子竟然自动打开 随后发出了诡异的风铃声 和那的齿轮滋滋作响 片刻之后又慢慢合上 而这一切 熟睡的小美浑然不知 第二天 小美在学校得知金发妹真的长毒疮时 还一脸的不以为然 她以为是盒子带来的好运 当晚 她又许下愿望 希望学校里她暗恋的男神主动追求自己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 保罗居然真的当着女友的面对她抛妹眼 还主动邀请她去约会 与此同时 小美的叔叔古斯特洗澡时不小心滑倒 混脑潮撞到了浴缸 当场去世 晚上 回到家的小美从父亲口中得知叔叔意外去世的消息时 非常震惊 但她还不知道这是自己许愿导致的 而小美又想到了白天男神追她的事 她隐约觉得眼前的盒子真的能帮她实现愿望 于是又许下了第三个愿望 希望她的叔叔将遗产全部留给她 第二天 小美醒来后 警察打电话告诉他们 由于古斯特小时候抱过她一次 找不到继承人的她就把遗产全部留给了她 小美彻底疯狂了 不仅搬进了几千平米的大别墅 还换上了豪车 从此和她的闺蜜们一起过上了只对精明的生活 另一边 磨合将磨爪伸向了从小照顾她的邻居牛婶 这天牛婶正在清理下水道 她用手试着转动卡住的刀片 几次尝试后发现没什么效果 另一边 煤气灶上的砂锅已经开始沸腾 漫出的水熄灭了火焰 牛婶转身就要去关掉开关 却不小心触碰了碎物机开关 头发卷入 牛婶被活生生扯断了脖子 与此同时 磨合竟然当着小美的面自己打开了 还放出了诡异的音乐 察觉不对劲的小美开始上网搜索盒子上的神秘中文 这眼前的盒子许愿 你就会实现任何愿望 但是前提你身边的人会随机死掉一个 你会做吗 小美尝试上网搜索盒子上的中文是什么意思 可惜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于是她找到了一直暗恋自己的小白帮忙 小白有个表姐对中文颇有研究 从她口中得知 这是一个许愿盒 拥有她的人可以随意实现七个愿望 但是中途放弃或者丢掉魔盒 之前的愿望都会消失 除此以外 盒子上还有一句隐晦的话 以表姐的知识也只能读动前四个字 取调停时 后四个字 表姐表示需要让自己的男友来帮忙翻译 接着他们又尝试上网搜索魔盒上的中文 得知魔盒来自中国 她的第一位主人陆美通过她完成了逆袭 不仅拥有大量财富 还报了自己的杀父之仇 但最后却离奇自杀了 小美有点害怕 于是拉着小白先行离开 回去路上 小美又看到了正在捡垃圾的父亲 她很生气 明明现在要什么有什么 为什么还要捡垃圾 和父亲大吵一架后 小美回家便对着魔盒许下的第四个愿望 希望爸爸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人 第二天 小美发现爸爸真的变得魅力四射 吹拉坦唱 样样精通 就连小美的闺蜜都对她爸两眼发光 小美此时也是虚荣性爆表 另一边 表姐终于知道魔盒的后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取掉停时 雪债必还 她赶紧打电话给小白 谁知此时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表姐的手机竟然意外掉了下去 她察觉到意思不对 想要躲进屋里 却一个狡猾被自己的古董刺穿身体 死相非常惨烈 第二天 小白发现死去的表姐后 她赶紧找到小美 告诉她别再许愿了 磨合上的文字应验了 可小美已经被欲望蒙蔽了双眼 哪里管得上这些 中午小美食堂吃饭时 被保罗的前女友嘲讽是个香巴佬 原来因为小美狠刀夺爱的事 学校里的人对她很不喜欢 感到挫败的小美再次回到家中许愿 希望自己成为学校的万人迷 当晚她就收到了同学的邀请 去参加一场大型聚会 聚会上 小美果然成为了最耀眼的那个人 同学们都对她按前马后 很快 这种异常情况 引起了小美的闺蜜黑妹的怀疑 在她的逼问下 小美告诉了她们磨合的秘密 黑发妹骂她是个自私的贱人 能实现七个愿望 为什么不是世界和平 为什么不是癌症之语 卷发妹则劝她将磨合扔了 不要再有无辜的人 为她的愿望买单了 小美不想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三人不欢而散 而与此同时 磨合这一次将磨爪伸向了她的闺蜜 黑妹 商场里 正在坐电梯的黑妹 发现电梯突然停在空中 接着就是急速下坠 重重落在地上 黑妹当场死亡 这一次 小美终于相信磨合的诅咒了 她再一次找到小白 希望她帮忙毁掉她 可任凭他们用锤子砸 用火烧 磨合就是好发无伤 小白警告她千万不要再许愿了 因为根据磨合的规则 七个愿望之后 许愿之人将会被魔鬼夺作灵魂 而且在她之前 已经有好几个人已经应验了 无奈小美只能将磨合锁了起来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磨合就不见了 与此同时 警察来到小美家 告诉他们 由于小美的叔叔没交税 他们继承的遗产要被回收了 小美一招回到解放前 巨大的心理落差 让她一时间很难接受 而就在这时 小美发现磨合 竟然是闺蜜卷发妹偷走的 原因就是希望小美不要再许愿了 卷发妹怕下一个死的会是自己 小美不顾闺蜜的劝阻 粗暴地抢回了磨合 这一次 她没有许愿自己荣华富贵 而是希望自己死去的妈妈还活着 话音刚落 客厅就传来妈妈的敲门声 妈妈真的复活了 小美紧紧和妈妈拥抱在一起 这时爸爸也推着蛋糕车走了进来 原来今天是小美的生日 另一边 小美翻开妈妈的物品时 发现了一幅刻有磨合的油画 小美这才想起来 小时候妈妈自杀前 曾偷偷丢过一个东西 原来就是这个磨合 看来母亲就是因为 许完七个愿望后才自杀的 就在这时 小美发现床上的磨合 竟然自己打开了 还发出了诡异的铃声 小美紧张地望向屋外 正在修理树制的爸爸 但为时已晚 爸爸手中的电锯失控 当场死亡 小美崩溃了 对着磨合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 她希望时间倒流 回到父亲捡盒子那天 镜头一转 小美竟然真的回到了过去 并在她爸爸捡到那个磨合之前 找到了她 小美小心地将磨合藏好 之后交给了小白 摆脱她找个地方买掉 并答应她做完这个 就当她女朋友 小美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忘记自己已经许下了七个愿望 就在小美转身的怅恨 被一面而在一起的撞飞 当场死去 而小白埋葬磨合时 意外看到了上面的中文 七个愿望 随后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磨合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恐怖 恐怖的是人的贪婪和欲望 中间闺蜜还给过小美一次机会 可她没有珍惜 这像极了那些不劳而获 适度成心的人 要知道你最后伤害的 不光是自己 还有你最亲的人 我是阿T 感谢关注